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里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三讲 谈判战术锦囊的议题节组 因为我们连续几讲 我们谈的都是战术锦囊 像这次我们教了一个 刚刚前面我们两组 我们谈的就是 你怎么样把单议题放大 单议题变多 创造让步的空间 或者你怎么把多一题变小 怎么把它收回来 我们介绍了总共两组 一共四种战术 现在我们介绍第五种锦囊 它不是把它放出去 也不是把它收回来 它是把它整个打开结组 结组是什么意思 结组这个英文叫unpacking unpacking是什么 别人不晓得packing packing是打包 unpacking就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 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出来 我暂时不要放进来 这样子就敢签字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常常面临一个困境 既然谈判桌上就这么一个议题 就这个一个议题 我希望能够告诉对方说 咱们这个一个议题 咱们有进展 咱们谈判 多少有进展 你看有进步 可是我们就谈不成 那谈不成 怎么样的让它相信有进展 你怎么鼓励它 因为你谈不成 谈不成那怎么办 怎么办 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分解 你看看它 如果它是好多部分 你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 你就发现变成九个 那有两个也许真的谈不成 可是严格来讲 它并不是那么急着要的 那是可以搁置 那剩下七个打争协议 我们其实跟它讲说 大哥你看 没谈判之前 我们好像完全不知道 从哪里着手 你看现在谈了这么久 你看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 其他我们都有共识 对不对 除了这两个以外 其他咱们都有共识 但是都有共识 等不等于 现在就可以执行了 那看情况 那起码你让人家相信 我们除了两个没共识以外 其他你看这个这个这个 七个咱们都有共识 这个就是杰处 杰处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 那么我一个学生 他们公司做数码相机 数码相机它是Sales Sales结果他们的代工 做数码相机 数码相机它在甲城市 甲城市它数码相机的工厂 在乙城市 那代工里面 那品牌公司在日本 在京都 在京都 那有一次我学生 那么就从甲城市 就飞到乙城市 他去看他的工厂 那日本人也派了一个 平保人员下来 所以日本人下来以后 就他对于 那个乙城市 那个公司 他们做的数码相机 他觉得完全过不了 他的法眼 不放行 哎呀不放行 这是当年2007年 圣诞节这个case 那不放行 不放行 日本前端的销售紧张了 你老是不放行 那么眼看圣诞节 这个圣诞礼物的季节 开跑了 你老不放行 我们拿什么东西卖 所以日本的sales 就联合台湾的sales 那么一起给这个 平保人员给压力 跟他讲说 如果说数码相机的功能 是没有问题的 你只是外壳的 什么颜色不对了 或者说是 什么线条没有对准了 这不急嘛 这个可以慢慢修嘛 只要功能OK就OK的 将来可以慢慢修嘛 对不对 可以慢慢修嘛 那一边卖一边修嘛 哇 他们同意 这样子 这个平保人员 才同意放行 同意放行 这个问题才解啊 也就是说 你看我的图 它一个数码相机 它可能切成九个部分嘛 那九个部分呢 其中两个部分 可能一个是颜色啦 一个是什么线条啦 那这个不准没关系 这可以延后嘛 这个不影响功能 那不影响功能 剩下七个 那不是打勾 那都OK了吗 对不对 还有的时候呢 尤其你假如要人家签字 什么东西 你要特别留意 那么如果你写个草案 你要他签字 比如我们也是谈判嘛 那可是你要他签字 每一个都同意才签字 那他可能没办法签了 可是如果有些你同意他有保留条款 就说我签字时候啊 可以讲说本人注意到了 你这个协议或这个声明 那其中呢 第八条 第九条两条 那我们有保留 就其他的 我是OK的 所以我可以签字 可以啊 你那两个保留的 只要是事实 不是那么一样的 那么这个重要的 或者是无关紧要的 或者说你觉得你必须保留来表态 我觉得你保留也没关系 不会影响整个案子 整个项目的推动 或整个整个草案的签字 我说OK啊 让你保留啊 你答应了 保留了 那这样就签字了 是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不管是谈文字了 谈合同了 或者谈个草案了 谈个协议了 谈个产品了 都是一样 有些东西呢 它是可以跟打包一样 把它打开 unpacking打开 打开的东西先留在外面 下次再处理 不急 剩下的咱们可以过关 所以这个议题的解读 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谈判技巧 你越高深 越复杂的谈判 你越需要用到 议题解读的一个技巧 所以这个 也让各位回去 可以沉淀一下 我们下一节 再见 这是一场 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次再见